佛告大会,有无量因缘,不应食肉,然我经当为辱略说,为一切众生,从本以来,辗转因缘,常为六轻,以轻想故,不应食肉,驴罗骆驼, 狐狗牛马,人兽等肉,徒者杂麦故,不应食肉,不尽气愤所生长故,不应食肉,众生文气,牺牲恐怖,如沾陀罗,鸡潭婆等,苟见增悟, 经不群废故,不应食肉,又令修行者,慈心不生故,不应食肉,凡于所事,臭惠不尽,无善名称故,不应食肉,令诸咒树成就故,不应食肉, 以杀生者,践行起食,身为者故,不应食肉,笔食肉者,诸天所弃故,不应食肉,令口气臭故,不应食肉, 多饿梦故,不应食肉,空闲林中,虎狼闻相故,不应食肉,令饮食无节量故,不应食肉,令修行者,不生艳离故,不应食肉, 我常说言,凡所饮食,做食子肉想,做福药想故,不应食肉,听食肉者,无有是处,赴赐大会,过去有王, 明师子苏陀说,读种种肉,读种种肉, 遂至食人,成名不堪,即便谋反,断其俸禄, 以食肉者,有如是过故,不应食肉, 赴赐大会,凡诸杀者,为财力故, 杀生屠犯,比猪鱼吃食肉众生, 以钱未亡,而补猪肉, 必杀生者,若以财物, 若以勾网, 取比空行水禄众生, 种种杀害, 屠犯求利, 大会, 亦无不教, 不求不想, 而有余肉, 以事亦故, 不应食肉, 大会, 我有时说, 这五种肉, 或至食种, 精于此精, 一切种, 一切食, 开除方便, 一切稀断, 大会, 如来应公等正觉, 上摩所食, 旷食于肉, 亦不教人, 以大悲前行故, 是一切众生, 犹如义子, 是故不听令食子肉, 而食事尊欲众宣辞义, 而说济言, 曾希未亲属笔会, 不尽杂不尽所生长文气息恐怖, 一切肉与葱及猪酒蒜等种种放异酒修行长远离, 异常离麻油及猪穿孔床以比猪戏虫于中极恐怖, 饮食生放异放异生猪觉从觉生贪欲事故不应食, 有时生贪欲贪令心迷醉迷醉常爱欲生死不解脱, 为力杀众生已采网猪肉二具是恶业死舵教呼吁, 若无教想求则无三尽肉比非无应有事故不应食, 比猪修行者由世西离远时方佛世尊一切贤贺则, 辗转更相识死舵虎狼类臭惠可厌恶所生长于吃, 多生粘陀罗列施坛婆种或生陀仪尼及猪肉食性, 罗沙猫里等便于世中生负相与大云央觉力摩罗, 及此人家经我息至断肉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喝则, 时已无惭愧生生长吃明先说见闻已已断一切肉, 妄想不觉之故生食肉处如比贪欲过障碍甚解脱, 酒肉葱酒蒜西味甚到障未来是众生于肉于吃说, 言此尽无罪佛听我等食食如福药响意如食子肉, 知足生艳离修行行起食安住此心者我说长艳离, 虎狼猪恶兽狠可同有止若食猪血肉众生稀恐怖, 事故修行者此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悲永备正解脱, 即为圣表相是故不应食的身犯至种及诸修行处, 智慧富贵家私有不食肉, 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第四 好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